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么GPD的Win Mini 本周一开始正式发货了 然后我是64G加2T的顶配版 今天早上刚刚收到包裹 那废话不多说 那么现在一起开箱 这个应该是手柄握把 这个应该是送的 好户包 背后有两个凸起 就是说应该是可以去 放下GPD背部的这个凸起部分 那么恭喜这个未来六个月以后 咸鱼的下一任机主 好吧 这两个东西全新的 到时候一起赠送 然后GPD的包裹 还是热机网的不错 里面有这个冲击泡沫 做缓冲保护 没有其他东西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 貌似没有做这个封条 老师最近几次收到的机器都是这样 不用看系列 留给下一任机主 下面的是电源和这个充电线 看一下 还有一个转接头 因为Win Mini已经没有全功能A口了 所以送了个转接头 这个是一个65W的一个弹化夹的充电头 然后可折叠的好屏 好 那么恭喜下一任机主 你有了全新的原装充电器 好 让我们来看看机器 千万不要翻车 我拿在手上的感觉真的不重 没有那种Win4那么打手的感觉 而且质感还挺不错的 上面是冰凉的 氯面合金的 对吧 到没有之前看有些内测凭测 内测机评测 说这个面盖有塑料的感觉 好吧 然后呢 下面是塑料的 两个C口 然后 鼠标和摇杆的切换 3.5R机孔 Type-C 而不是Type-C 这个TF卡和Occulink接口 这个TF卡和Occulink接口 底部没有其他东西 比较容易留指纹 比较容易留指纹 但是质感看着还不错 还挺精致的 好 开盖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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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千万不要翻车 哇 比我想象的要漂亮 比我想象的要漂亮 因为之前的这个官方群里面已经有这个在深圳的朋友提前收到了 那么图片里面看的觉得好像还不是这个很精致的样子 但是拿在手上看确实很精致啊 这个C盖的换成塑料的 但是并没有很明显的这个廉价感 我这个按键好评啊 这个按键好评 因为WIN4呢 虽然也有键盘 但是因为太宽 我两个大拇指 我手小根本就按不到 这个呢 其实勉强是可以按到的 可以按到的 而且按键的手感还挺不错的 还挺不错的 好 开机看看啊 好像目前我没有看出来 有这个 缝隙大的问题 但是感觉屏幕是不是有 还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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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明显的屏幕歪的感觉 有没有特别明显的缝隙大的感觉 那么开箱就无限到这里 好吧 后面呢 我体验一段时间 再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要求个人的感觉 BP 加日本的咖啡 顶 感谢观看